大家好,我們是TIH 我們是一個新創團隊 那就是自律開放式的智慧家庭架構 那昨天在BOF的時候 我們就跟一些SeaCon的老朋友在聊 那我就發現我們可以來介紹IoT 那Internet of Things 就是我們這個團隊現在目前大概成立一年多 那就是我們一年多的觀點這樣子 那其實好像大家對這個Turn都還蠻好奇的 那就講一下我們前年在SeaCon 爆了一個DIY智慧插座 就是拿計電器啊,拿插座啊,拿Juno啊,XXXXX 然後就變成一個可以用網頁控制的智慧插座 對,可是後來那同學他就昨天在BOF跟我講說 他做了一個感覺好像沒什麼用 因為你人不在家裡,那個東西開下去,關下去好像也沒什麼感覺 對,所以那就講到說這是目前IoT我們遇到的困境 對,有一些說我們現在缺乏殺手機APP 對,所以呢我們在這邊提了一個點子 對,那讓我先談談現有的加電 那現有的加電呢,我們認為它其實就像一個單細胞生物 就是我們一個飲水機啊,一個電燈泡啊 就是按下去它單個就可以完成目標任務了 就可以解決使用者的問題了 對,所以說我們就只要把我們現有看到新的進來的IoT設備分成兩類 對,就是很簡單的分成input和output 對,input的部分呢就是我們看到的溫度、濕度、電流、亮度、水質重 我們叫它sensor的感測器 那output的話就是我們有時候在Kickstart看到的像是門鎖啊 瓦斯控制啊、冷氣機啊或者是水塔燈光這些 對,那我們再把它做一個比喻 就有點像是神經和肌肉這種感覺 對,那為什麼要這樣子比喻呢 就是我們用反射行為來舉例好了 對,反射行為 好 就是我們常見的膝腱反射嘛 那膝腱反射就是你去敲一下膝蓋 那神經就會接收到一個訊號 接收到一個訊號之後 它就會傳到脊髓 脊髓它就馬上再把這個訊號傳給肌肉 那你的腳就會踢一下 等到這個膝腱反射 好,那不曉得大家有沒有聽過ifttt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不是我們做的 對 對,好 對,那簡單介紹一下 就是講說想要認識IoT這個領域在玩什麼的話 一定要認識IoTTT 對 那IoTTT它就是 If things then things 如果 巴巴巴巴的話就巴巴巴巴 中文翻譯是這樣子 那所以呢我們就可以下去設定它 如果溫度過高就打開冷氣 如果水質過差就關閉水塔之類的 對,那這樣子就不會有什麼環節什麼問題了 對,嘿 所以如果沒有神經細胞的話 就是我沒有那些sensor 沒有那些controller 那這些應用就沒有機會出來 對 OK 那 但是呢其實我們TH想做的並不是只有這些而已 對 OK 舉例來講呢我們可以去接像是GINV 它其實現在也督促政府做一些Open Data的東西 那我們接到了可能氣象局發布了陸上颱風警報 那就進了我們Smart Home的系統裡面 那我們Smart Home的系統其實就會進入說 家裡開始進入 啊進入防備狀態、防備狀態、防備狀態這樣子 嘿,那開始自己Testing家裡的一些東西 該關的東西有沒有關啊 該打開的有沒有打開 對 那一開始我們第二頁簡報提到了嘛 我們要做一個開放式的系統 所以我們很希望說 那我們系統是可以自己去接上Arduino 那大家可以自己動手做這樣子 對 那 其實也不只這些 我們還希望說 它其實是我們兩個不同的system 它之間可以互相聯繫 可能是同個大樓 可能是同個鄰居 那我們就知道說 欸我在家裡樓上漏水是因為 樓上他們發了什麼 在做什麼施工 那樓上他做什麼施工 發了一個公告 所以全大樓的 那個smart home system 都有收到 對 那再來呢我們說IoT嘛 那其實它應該要是一個internet的架構 對 所以可能今天是台北市資訊局 發了什麼新的消息出來 對 例如說有什麼緊急災難 那哪一區的人應該是要去避難 哪一區的人應該是要緊閉門窗 不要出來 那這樣子這些smart system 它就可以馬上去反映出來 對 那這樣才是一個internet的架構 好 另外TIH其實也很積極的在參與一些 時間到了喔 對 對 OK 好 我們每年都會出那個明星 我們去年有桌機哥 今年有對對哥 根據今夜那個十分鐘後就會有粉絲團 你大概會有兩百個讚